在亚运会击败王一笛 赢得女单亚军的日本一姐早天希娜信心满满来到了 大头UT球星挑战赛兰州站 结果面对国平二线选手刘伟山遭遇到了一场惨痛的失利 虽然刘伟山目前只能算国平二线选手 但中国队队内自然是人才积极的 只要给他们机会挑战高排名的外协会选手 未必也会害怕 此番交手 刘伟山在关键分上的能力就明显超过早天希娜 最终也是11比9 9比11 11比8 12比10拿下对手 可见 虽然早天希娜能够在亚运会击败王一笛 拿下亚军 但或许还称不上成为国平的最大劲敌 因为就目前他对于国平的威胁来看 肯定是比不过前几年的伊藤美成 当然 早天是一位单双打都很均衡的左手选手 之前在混双比赛中 他搭档张本志和击败了林高远与王曼玉的组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中